大家好,关注《逍遥记》,当你感受《逍遥世界》,感谢观看本视频。 当年的大巫师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并非当今失踪的那位男子。 苗人的大巫师不是世习制,而是每隔二十年,便从百姓中选拔巫术最高的人做大巫师。 换句话说,大巫师的任期只有二十年。 苗人把自己的巫谷之术传得神乎其神,但以蓝望鸡的经验来看, 他们的巫术在寻人方面要比姑苏蓝氏的问灵术差一大截。 一一走遍这十万大山是不可能的事,蓝望鸡当年坐在这溪水旁问灵一个月,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才离开。 事不宜迟,两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小溪,拨开茂密的丛林,往源头走去。 大约走了一个时辰,终于在太阳落山时抵达了苗寨。 眼前豁然开朗。 魏武县本以为,苗寨是一个封闭在山林之间的高低错落的村庄, 但是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 平原上种满了各种玉兰、海棠、杏花、礼花。 一座座小小可爱的竹楼拔地而起, 星星点点的万家灯火像极了天上的星辰。 一条清澈的河将这片平原分成两半,美不慎收。 说是室外仙境也不为过。 两人站在一块高大的石头上俯瞰, 都被这气象漫迁的美景震住了。 魏武县感叹道,这么美的室外桃源却出现了石人兽, 太傻风景了。 蓝旺鸡示意他近身,有人来了。 声音从脚下的石头处传出, 他二人站得足够高,又隐聚了气息, 以至于说话的人并没有发现他们。 一个娇媚的女生道, 组长说, 顾苏兰氏的一令老祖和韩光君大约在今晚会到, 咱们把祭坛打扫一下。 你是说一令老祖会来? 一个清脆的女生问, 声音里掩藏不住惊喜之情。 怎么绵绵,你认得一令老祖? 不认识, 记得我娘说过, 一令老祖是个好人, 武功高强, 别人都怕他, 他以前还救过我娘的命。 绵绵, 罗姑娘的女儿, 她已经长这么大了。 魏无羡与兰望鸡对望一眼, 都在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惊恶。 他怎么会在这里? 苗疆的祭坛在一座雄伟的神庙里, 神庙东侧有块长相极丑的大石头, 正是魏无羡和兰望鸡所站立之处。 据说这是一块陨石, 二十年前从天而降落在这里, 他们给陨石取名叫平安石, 因为这块石头有感应风险的功能。 但凡有天灾人祸即将来临, 石头就会显现不同的颜色, 净视百姓。 眼下这块石头纯淡淡的蓝色, 目色下看不太清楚, 白天才能明显辨别。 魏无羡将小绵面留了下来, 与兰望鸡一道, 找了出隐秘的地方问话。 绵面此时已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 极为漂亮可爱, 跟他娘一模一样。 他猪着嘴看着魏无羡, 明明前一刻才告诉别人 一令老祖是个好人, 此刻见到朝思暮想的好人, 却不给好脸色。 魏无羡笑道, 绵面, 你小时候我可是给过你压岁钱的, 你不谢我就罢了, 怎么还瞪着我? 绵面道, 那不是你的钱, 是韩光君的钱。 魏无羡甩赖道, 你知道什么,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哼, 绵面气鼓鼓道。 蓝望鸡摇摇头, 魏英这种问话方式, 说着说着就把话题带偏了, 还是自己问吧。 他看着绵面道, 绵面, 你为何出现在此处? 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 就没有不拍蓝望鸡的, 立刻端正了态度, 恭恭敬敬回话道, 我夜列时, 遇见了大巫师, 他问我愿不愿意学巫谷之术, 我说愿意, 他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什么时候遇见的, 他长啥样? 魏无羡问道, 六个月前, 绵面看了他一眼, 忽然红着脸, 低下了头, 没有回答后半句。 魏无羡笑盈盈捏着他的小脸,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只做一半的, 他无事长什么样啊? 绵面还是低着头部回答, 蓝望鸡道, 你爹娘可知你在此处。 绵面抬起头来, 知道我寝食过爹娘。 魏无羡黑道, 这里这么危险, 你娘居然放心把你留在这里? 绵面瞪了他一眼, 不回话。 这样吧绵面, 我和韩光君是接到百姓的求助, 来这里想要除魔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大巫师长啥样, 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你帮我们一把, 好不好?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如果不方便说呢, 可以晃下来。 魏无羡逃出一白纸, 实施然递到他跟前。 绵面漆黑的毛子转了转, 思考了片刻, 拿起笔。 不一会儿就画好了, 把画举到望线二人面前。 魏无羡一看这画像, 倒吸一口冷气。 绵面, 不是让你画我, 是让你画大巫师。 绵面画的画像是一个生龙活虎, 邪美狂倦的魏无羡, 区别在于, 魏无羡的头发竖成了一个马尾, 画像上的人的头发是披散的。 他就是大巫师, 绵面道, 原来苗疆当今的大巫师长得像魏无羡。 我去, 我长得这么大众吗, 怎么人人都像我? 魏无羡顿时哭笑不得, 脑子飞快运转着, 瞬间明白了一些事。 绵面, 你和你娘是不是把大巫师当成我了? 他才同意你来苗疆学巫古之术的。 绵面撅着嘴, 没有回答。 魏无羡看他这副表情, 便知道自己猜对了。 可笑当今世上,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魏无羡已随蓝旺机定居姑苏, 居然以为他在苗疆安营扎寨? 蓝旺机看着魏无羡的眼睛, 苗疆距离云梦百十余里, 距离乱葬岗近八十余里。 对啊, 怎么忘了这点? 那么大巫师带走绵面, 自然不会有人起疑了。 绵面被大巫师带到这里, 表面是来学巫古之术, 其实她是伤二圣女之一, 并且她是大巫师最器重的圣女, 短短三个月就获得了大巫师的深度信任, 笔墨纸业只能经绵面之手, 其他圣女连看一眼都不行。 可是, 这个最被信任的圣女却是年纪最小, 最单纯的一个。 她至始至终都不知道大巫师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三个月后的一天, 众人告诉她, 大巫师失踪了, 她才懵懂反应过来, 坐在神庙的台阶上嚎啕大哭, 也许此后余生再也见不到大巫师了。 自从多年前, 在家门口遇见了乙龄老祖和韩光君开始, 杨青就没少跟她讲乙龄老祖的趣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